這幾個首長 民進黨的縣市長 我覺得應該要做檢討 我對這個事項不以平 謝謝 說這個啦 不好嘛 你都不好 不以自平啦 好不好 他在說什麼好重 你先說什麼好重 請問你不願意 我給你的事情誰知道 這個 好 木鳴兄 這個省委員認為 陳臉委員是不會選的 但你這跟陳臉委員其實很熟一起進 我們跟他一起進台北市議會 當立委等等 其實非常熟 我認為陳臉委員除非不能選 因為我今天拿了公職人選舉報名法 總統副總統選舉報名法 陳臉委員也許談2012年選總統 也許是還要遠 假的 但是明年底的縣市長 他那個時候還不會定驗 沒有一個案子會定驗 三審 二審定驗 不會 按照選舉報名法不能選 只有判決 確定 沒有確定以前他都可以選 他如果要跟你鬧 去選什麼台南縣長 跟謝長先生跑來選台北市長 或是三年以後的立委 我不覺得他一定不可能 當然要看形勢啦 怎樣 我不知道你覺得怎樣 他完全不會選嗎 我剛剛跟老沈說 我說我跟你這個看法 這一點看法 比較不太一樣 其實在去年 民進黨內部四大天王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在那裡互相的攻擊 陳水扁沒有出來說話 我就跟別人說了 我說阿扁是在找機會 是在培養實力 當他今天的地位 是總統的地位 他可以壓得住 但是他一旦下來壓不住的時候 他不希望他民進黨裡邊 有出來一個真正的領袖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就認為他有欲望 他很想要來出來 再在以後 不管您剛才提的哪一種選舉 他是會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這個樣子 他都可以上電台裡邊 表情這麼樣的一個強烈 所以我認為他是有想法 是要參選的 那麼最近有人聊天說 為什麼他要那麼多錢 我也說了一句 這幾個月前 我說他準備選舉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你看 他現在說了 民進黨你通通拿我 現在這些民意代表也好 縣市長也好 都說這個還不屑 但是等到真正民進黨 所有人沒有他有錢的時候 他要出來 然後所有裝甲都弄好 他仍然是民進黨裡邊 最大的實力的人 所以我們常常說 阿扁現在這樣下來以後 你照道理他應該是低姿態 他高姿態 高姿態反過來就是 他非常的孤獨感 因為他孤獨 所以到南部找溫暖 但是發現這個溫暖 不是太多的時候 他又有這個恐懼感 他就要找權力 這個權力在哪裡 權力在民主政治裡面 就下一次出來參選 不一定2012 就是您剛才講的 縣市長是立委 他都可以 等到他一再有了這個地位以後 2016年他又可以去選 這個他絕對不會甘心的 也絕對會沉默的 你們這個新黨 不管是新的新黨 舊的新黨 我的看法我都不同意 你們都太看得起阿扁了 我跟你講 像阿扁這種一生從事公職人員的人 起心動念 偶爾有之 我不能完全排除 但是就如同你這樣講法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如果他真的 如同你所想的 那這個傢伙 真的是太誤判情勢了 所以你剛才舉例說 他也許選台南縣長 他如果下來選台南縣長 敗事由於城市不足 他的票一定很難看 但是呢 全台灣唯一最有可能 繼續連任縣長的 民進黨籍的縣市長 只有台南縣 但是會因為他這樣一攪局 連這個也沒有了 那我覺得阿扁變成怎麼樣 阿扁變成綠營最後的罪人 老闆 你千萬不要看中政治人物 政治有時候 是最會鑽牛角尖 最表現出來 令人家意想不到的 那不叫政治人 那叫政客 那政客 但是這些政治人物 你看他現在 他完全相信金錢萬能 阿扁相信金錢萬能 而且阿扁現在 你看他口口成這樣 就是要死一起死有沒有 把你們通通脫下來 要死一起死 他去打理人會什麼 你說全台灣最有希望台南縣 我阿扁有能力把你拖下來 讓你知道我的威力 你看他多恨 你看黨要除掉我 民進黨這些高人 講白一點 大家信到要死 很想選擇總統 今天盡量把阿扁除掉 你們要選總統 為什麼要把阿扁除掉呢 就是他心裡認為說 他跟這些人還有競爭性 你知道很多流派都說什麼蕭威 說我是蔡英文主席 為了要選總統 最大的拌腳石 最大的石頭 所以要幫我扳開 今天最大的敗筆 就是所有的平民媒體 翻譯阿扁在南台灣的那種 非常突力突氣的講法 翻譯的不好 你看這裡 信到要死 他講什麼 他怎麼講 我考你一下 你信到要死 想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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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得要死 就是想得要死 很多人要死 我覺得陳水扁他到目前為止 他覺得說 他恨死民進黨這樣把他當欺負看 然後第二個 他說覺得 好歹我有錢 我還可以當個King maker 可以左右你的選舉 我昨天有仔細 像趙大哥想的 我把他想了 台南現在也可以選 台北現在也可以選 台北現在也可以選 台南 累積自己的一點堡壘 他不是不可能 像謝長廷當時 當過行政院長 他跑來選台北市長怎樣 但我跟你講他選不上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個施明德跑到高雄去選 也選不上 也選不上 對啊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 但是他就想要跟你拉 我不跟你拉 我有重要的事情 選上選不上是一回事 你們選舉輸贏 也不是說選上就要贏 選不上就要輸 謝長廷回來選台北市長 沒選上 大家說他很好啊 所以就選總統了 就是說你們認為陳水扁在談憲 根本沒票 只有2000票 他拿了2萬票 他就是贏 贏輸是一個相對的 導致你怎麼講 沒這事 不久之前台北市長選舉 有一個類似的範例 是不是 不能做這個事情 你說謝長廷啊 不是 當台北市長不久前選時 有一個黨國大佬也敲要來選 宋楚瑜 5萬票 不是 不要忽略這個 那個情況是不同的 不不不不 一樣 就你根本錯誤的時間 你喜歡選啊不喜歡選 對 錯誤的時間 錯誤的地點 錯誤的選舉 最後候選人 阿扁如果要搞你們民進黨的話 像他對付老沈這種人 就組一個新黨 新的氣象 就是剛才我們香榮兄劍 台灣新黨 你是中國新黨是統 我台灣新黨是毒 然後帶出新的氣象 好不好 我補一個講法 今天你們各位的講法 阿扁真的在看的話 他會像老玉講說 他很高興 因為你們這種講法 鄭重下滑 你知道嗎 但是綠的人 綠的人聽你們這種講法 會笑說 難得就是這麼不了解我 連這種說法都講得下去 難怪你們這麼的不真情 所以我們要請你來 有不同的講法 不過你剛剛一直提到說 陳月扁的確他在搞統督 我們看他怎麼講 那當然 困獸之鬥 馬英九現在天天想的 就是怎麼樣 跨解不要有這個統督的衝突 陳月美就是希望 你正統我就是毒 然後搞就是這樣 台灣的政治其實 其實你說要看到四年之後 都是騙人的 大部分政治人物走一步看一步 更何況是陳水扁目前 就是深陷在他人生最大的 最大的困境當中的這隻困獸 你說他能夠看到四年之後 算到百步以後 我覺得非常難 但基本上他所採取的態度 我覺得就是一個拖一個打 拖的部分 就在司法上面不斷的拖 打的部分就在政治上面來講 開始採取一種攻擊的態勢 一邊攻擊一邊 一邊拖延 搞不好不用拖到四年之後 真的就到明天選縣市長 或者什麼場合的時候 再打出一個 就是說當選過過關 落選被關 一樣的那樣的一個悲情口號 他就算不當選 他只要打出一個 比預期中好的氣勢的時候 他慢慢的那個政治能量 是可以再重新的recover回來 當然他到台南 你看到台南現在選一選縣市長的 不管是李靜宇掛的T-bar也好 或者是說昨天當知道陳水扁 要去接受聲率電台的訪問的時候 葉宜金都必須要稍微露一下臉 讓陳水扁看到 讓就支持陳水扁看到 知道說我葉宜金 雖然說現在不方便公開講話 可是我還是跟陳水扁默默的 我還是會支持他 那個叫得罪不起 基本上是得罪不起 所以回到剛剛就是沈副雄 一開始講的那句話 就是說忍無可忍民進黨的 這些公職人員 可能就開始會對陳水扁 會採取一些公職 我就不可能 民進黨公職的時間 早就已經過了 2006年之後 這麼多的機會 讓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去反省 都沒有反省 最後逼著十一扣通通通通通通走 民進黨目前留在民進黨 你們這些檯面的人物 包括蔡英文 我基本上都是非常看扁的 忍無可忍到最後怎麼樣 還是忍 除了忍之後不會有第二條路 好吧 陳水扁真的 民進黨常常說什麼爭取 陳水扁不是搞個雜誌 叫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你記不記得 你看他昨天怎麼講 來來來 他居然要 你看他 他這很想把TPS關掉 你知道嗎 來看看 對呀 真的 當時我其實很重要 做行政醫療的事 他那些文書 以前的新聞 就很重要 那個時候 醫療一次多報告 我跟他說 對這些新聞媒體會 報告分析 台灣人去了 這個節目 我跟他說 要對東昇 要先下手 那當時我們五十七台 對 對 我記得是五十七台 那個咖啡飯的事 對 我們就說要對下手 你不是對TV VBS 那個鐵台 要來下手 你對東昇 他說東昇 不是要對東昇 下手 一個行政院長 謝長廷要對東昇 下手 總統陳水平要對TV 下手 這叫做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很好啊 爭鳴的面目完全弊 露出來對不對 對啊 這有什麼不好呢 真可惡 你真可惡 今天都東昇聽了有多氣 你知道 搞半天原來是這樣 搞半天原來 本來就不是要關我們 是要關T台 結果你又不敢去動T台 動了我們最小的一台 因為東昇S台 在所有的新聞頻道裡面 基本上那時候是最弱勢的 結果那時候對東昇台下手 所以今天這樣 我覺得他多多少少也有點挑 挑撥媒體的味道 不斷地用這種 就曝露一點點小的這種內幕 小內幕的方式 就是在政壇上面製造話題 我覺得他只是在保持溫度而已 老師你覺得他為什麼 就被提T台 我聽過一個傳聞 以前他透過管道給TVS講 是那兩位 就是謝洋軒跟那個張俊軒 想關T台 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T台才沒關成 今天他倒過來 我要關T台 我覺得他今天實時不在乎 T台東昇 或者是哪一個台 他今天是面對那一群 他想要講話的對象 因為南部的這些人 當然是恨T台 所以他就投其所好 說就是要我 你們就要讓我自己滑下去 還要讓我可以當選 下次要我刀手 我就把T台關掉 對 要不然你們醜恨的對象 沒有人有這個能力去對付 不就是這樣而已 看了這個講話之後 我是滿失望的 就是國民黨的黨國教育 法西斯的心態 到他這個年齡的人 竟然這麼強烈 可見真的是李登輝到陳水扁 我希望到這裡可以結束 但是不太容易 這麼法西斯 把國家的權力 當成他報絲綢的一個可能性 他指出謝長勤是報絲綢 兩個都是啦 好 終點下個需要再回來